最近人逢喜事精神爽的范冰冰和李晨 因为要同时宣传两人的电影而多次合体亮相 不仅一起跑路演活动 范冰冰还在微博每天都力推空天烈 为未婚夫首次指导的电影 可谓是出演又出力 说起来,两人交往两年多 如今李晨求婚成功 抱得美人归,也算是可喜可贺 但是因为求婚消息略显突然 于是就又传出范冰冰怀孕的消息 最近范冰冰在直播时 就回应了这件事 亲自澄清自己没有怀孕 还躺在床上跟网友聊天互动 表示自己也是普通人 辛苦工作赚钱养家 而后该直播观看人数破一千万 范冰冰就让李晨出镜 两人一起互动聊电影 直播中范冰冰还吐槽李晨老花眼 并大推李晨的头 让李晨只喊自己被媳妇家暴了 两人亲密逗趣的互动 让网友大呼吃了大好一口狗粮 值得一提的是 李晨这次首次指导电影压力不小 自爆项目筹备期间就有无数次想放弃 但都咬牙坚持下来了 范冰冰也因为太过心疼 曾喊话以后不让李晨再继续指导电影 但虽然嘴上这么说 范冰冰却还是第一个出来支持她的人 而无论经历多少艰辛 该电影如今都已经完成 也定当要上映了 算是苦尽甘来了 该片也备受粉丝们的期待 因为世絮战狼2之后 又一部国产主旋律电影 不少人还是很看好的 记得两人在交往时 不少网友都会在微博底下催婚 李晨曾坦言两人都太忙了 如今这部电影完成 求婚也成功了 终身大事完成过半 接下来就期待两人的婚礼了